歐洲熱浪引發野火 法國西南部一天之內 就燒掉六千公頃林地 上萬人被迫緊急撤離 而英國的泰伍士河和德國萊茵河 也是河水大減甚至干涸見底 已經對經濟造成衝擊 法國西南部幾輪特省 星期三又爆發森林野火 整片山林陷入火海 將天空染成橘紅色 當局出動上千消防員 仍無法控制火事 目前已知有六千兩百公頃的林地 被燒毀 十六棟民宅毀於祝榮 上萬居民緊急撤離 而來到英格蘭西南部泰伍士河 源頭度假的桑德斯夫婦 沿著河道走了好幾英里 頂多只能看到小水蛙 和干涸均裂的河床 讓他們好訝異 鏡頭轉到德國 當地的商業動脈蘭茵河 近來也因為降雨稀少 水位大幅下降 導致貨品運輸延誤 這艘從露特登港運送鐵礦石 到杜伊斯堡的駁船 只能裝載三到四成的運力 否則就有割潛的風險 藍一河水位太低 遇上 輸出狀況 也使運費飆升五倍以上 經濟學家估計 這種情形如果持續惡化 可能會使德國今年經濟成長 減少0.5個百分點 歐洲地區的高溫 該旱危機 已經對環境 民生 旅遊及經濟 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公視新聞 曾慧敏 編一